那接下来过往我们看这个统计图表 我们看资料就是只看一个点 它会得到一个精确值 可是我现在我想要看就是说过程 然后方便我来去做比较的统计图 所以我现在我想要画的是各年销售利润率 所以这样思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空白地方点一下 如何画各年销售利润率 你可以用问语答去画 可是我现在我想用最标准的画法来画给你们看 空白地方点一下 第一空白地方点一下 第二群组之条图 第三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会自动放到X轴 请把订单日期改成这个日期阶层 他自动帮我们改了 所以这边第三只要勾订单日期 第四勾销售利润率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察一下 就是这四个动作 如何制作各年销售利润率 一 空白地方点一下 二 群组之条图 三 订单日期 这个前面打勾 四 销售利润率 前面打勾 好 我想应该都做完了 就这四个动作 可是通常 通常 因为等一下我要产生 智慧描述 我会希望说直接干脆告诉你答案 把这个标签呈现在这边 请问 这个应该一看就知道是2017 2018 2019 2020 的年 然后 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地方是销售利润率 所以 我现在想要呈现 标签 一 点选 各年销售利润率 二 格式 视觉效果的格式 三 下面这边 资料标签 打开 这个字太小了 所以 请点选 这个 往下 第四个动作 请点选 资料标签 往下 直 第五个动作 请设定 大一点 例如说 我设到 十四 然后 自行改成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A real break 因为标题决定 表格的 一个 一个 就是 就是 最重要的精神 我们通常看一个资料表的话 如果标题没有设得很清楚 别人会不太晓得我们到底在画什么图 如何设定 如何设定 视觉报表的标题 一 连选 这个要修改 要设计的这个视觉化 报表 二 视觉效果的格式 它的标题放在一般里面 好 三 点选一般 四 打开标题 可是这个标题 我是这样子 我一定是先放X轴 再放Y轴 例如说 这个year 就是个年 各年销售额利润率 然后 然后 接下来 这个标题的字 我就可以设稍微大一点 例如说设到20 那当然字型 它没有中文字型 所以我只能选择 例如说Areal Bright 然后 接下来 我比较喜欢字的 文字的颜色 因为贵单位是蓝色 就是惯用的 颜色是蓝色 所以文字 我就把它改成白色 背景改成深蓝色 字中 这些格式 我不太想花太多时间琢磨 也希望你们 不要 来询问 就自己去找 因为太多了 想象迷宫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会不会希望说 这一张统计图表 它也是要有边框 对又用复制格式了 所以随便上面这三个都有边框了嘛 所以你就可以点它 然后复制格式 然后点 点这一个 但请你记住哦 这边标题你看是不是又恢复回来了 我们应该刚刚先点 你看这边它是不是变成很大 三十字形大小 好 我们 先还原回来好了 先不做这个边框 还原哦 好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哦 通常我们画完图 我们要先去理解 它的问题 所以这张视觉画报表有什么问题 干脆我也不问你了 因为真的以前 我就开始去询问说 首先我们看到这里面 2017年的销售利润率 特别高 将近13% 可是呢 这四年 经过这三年 它其实是在震荡 而且是微微的往下降 降到11.55% 这第二点 那在接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说 最高从12.97% 然后2020年 下降到11.55% 反正就是 这个不就是一个问题吗 这个原来自家公司的销售利润率 这个原来自家公司的销售利润率 这几年啊 其实好像感觉 也没有特别特别赚到多少钱 然后也有稍微微幅下滑 那我们假设我现在定义我的问题就是说 我要把没赚钱的商品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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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说这样子的一个销售利润率 是不是就会上升 就会让我来自家公司的销售利润率 这一年 就会让我来自家公司的销售利润率